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供学班今天进入第四天 相信大家也都有很多收获 这个班等于是老中青都有 所以每一个人的愿力都会互相促进 互相交感 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特质 特别讲道义 我们佛门说光光互荣 年纪大的人看到年轻人这么发心 都很随喜 年轻人看到年长的人 走在这条路 时间这么长 也都非常赶配 我们共同走这一条路 不分彼此 我们相信就像王老师给我们表演的 证明了孝经的教诲非常真实 孝涕之志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我们一定都得诸佛菩萨 古圣先贤 老祖宗的加持 那今天 我们共同欣赏了 这个一道精华 可能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看的 但是这个片子拍的还是很好 因为它也是真人真事 那许俊大夫 甚至于是柳毅泰大夫 也是给我们表演 在 医学界 行菩萨道的典范 所以我们传统文化 它是圆融的 各行各业 可以行菩萨道 甚至于是每一个角色 都可以行菩萨道 我们看 王老师 王学海老师是在 当儿子里面 他就可以行道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角色 都能行道 就像我们开幕的时候 是三八 妇女节 那周朝的三太 就是在他当妻子 当母亲 的角色当中 行菩萨道 很圆融啊 要敦伦净奋 安住当下 而不是去攀缘啊 就像武训 他在 乞丐的角色上 他也行菩萨道 他虽然能力有限 他可以请其 所有啊 这都很值得 我们启示 那虽然这个影片 我们看了多次 但 孔子 在 论语当中 有说到了 温固而之心 可以为师矣啊 应该是每一次看 体会啊 不同 体会越来越深 体会越来越广 这个我们 学习的状态 应该是正确的 假如是 济问之学了 那不足以为人师 所以这两句话 也是夫子啊 对我们学习的一个互念 让我们可以自己检查检查 看厌看厌 好 那其实这个分享的内容 没有现在 比方说一定 要谈其中哪一个情节 甚至于是 只是一个表情 没有任何台词 对你内心啊 都有很深的触动 这个都可以啊 跟大家来 分享 那刚刚 我们赵宇 也把这个 分享的一些 原则 跟大家说明 好 那我们有请第一位 学长 樊君学长 好 尊敬的法师 各位同仁 大家好 刚才看了一下 上边还没有举手 觉得要跟老师配合一下 就赶紧举个手 今天上午也是很认真的 看了一下这个片子 看到了有几点是 以前看的时候 没有太注意到的点 但是特别特别的受触动 就是 这里边有一个点呢 就是讲到 徐静大夫在做学徒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 有几个同盟相亲 然后就有点 忍他的状态 但是呢 他本来有一点 想要发火 但是就 在马上要动手的那一刻 他忍住了 然后就感觉到 一定是心中有一股力量 让他去做正确的事情 他忍住之后 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接着去做 然后之后呢 他的这个老师 刘大夫就跟他 这个儿子在问的时候 有讲过一句话 说 做一个大夫 所有的东西都具备了 还要有最后的一个东西 是一定要具备的 才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就是经续二字 就是那个金箍续寡的经续 看到这两个字里以后 就是特别特别的受触动 就感受到 这很像市长老人家讲的 那个真诚的那个诚 发出来就是菩提心 如果一个人他有真诚心 发之是父便是孝 发之是君便是忠 那发之兄弟姐妹就是T 发之于朋友 他就是性 一切都离不开这一颗菩提心 那无论是做医生 还是做什么样的行业 就是都要用真诚心去面对 而真不真诚 就看自己在每一个角色本分里边 有没有尽到他 那如果没有尽到 说明我们的诚心不够 可能有私心在里边的夹杂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刘大夫还在跟他说 你要成为哪一种这个大夫 就是是不是要做那种 看到他的眼神 就让病人内心安定的这个大夫 那一心就忽然想起 无论是师长老人家也好 法师也好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们的眼神 我们的内心就能安定下来 就会有一股安定的力量 就是感受到学习传统文化的人 可能一定是心里头有真诚 有这一份人慈悲悯之心 才会让别人看到眼神 它就能产生一种内心安定的力量 所以看完以后就觉得差得很远 就期许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把内心的那一份金箍虚寡 特别是刘大夫 不怕脏 无论是去吸人家的脓 还是去触碰人家的粪便 都让人很震撼 就真的是感觉到他没有分别心 所以他才会给到许静大夫如此的 这样的一份力量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都不忘施恩 都要去实践对师父的这样的一份 就是承诺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师长给我们做的 这样的榜样 那我们也应该是效法许静大夫 去做一个好弟子 然后用一身去秉承 失讯去走这样的一条路 可能这样的话 遇到困难也能走得过去 不会执着在自己的感受里面 而是真正循着道意去做 这是今天上午 一心看这一次的一道的感悟 请法师执政 请各位同仁执政 感恩 以上 谢谢 凡君学长 影片只要跟性德相应的 每一次看 体会会不同 甚至于是 一些细节 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 现在注意到了 那就像 这个许俊 大夫 他刚去学的时候 被人家欺负 那大家 人生过程 不可能不遇到逆境的 那到底什么是他 不去跟人冲锄 面对逆境的动力所在 这个我们要观察出来 进一步 我们自己在面对一切静缘 尤其是逆境的时候 我们内心 首先浮起来的是哪一个念头 因为强者先迁呢 这个不是临终才是强者先迁 随时 其实我们 善观己心 观心为要 哪一个念头 其实在境界当中 是比较强的 所以师长老人家说 我们下一辈子会去哪 不要问别人 得要问自己 就像刚刚提到 樊君学长提到的 自我感受太强了 自我啊 有一个我的话呢 那铁定还在六道轮回 因为六道轮回是 我直变现的 所以明理很重要啊 明白道理就知道 应该怎么去用功啊 我们求的是出轮回啊 不能起的是轮回心啊 那就背道而耻了 刚刚还提到的 其实 不管我们是在医学纪 还是其他领域啊 最重要的是 用真心去带人 你看那个屠夫的儿子 看到柳大夫啊 在帮他父亲吸农啊 他眼泪就掉下来了 好 我就不讲太多细节 因为可能一段情节里面有好几个表情 感觉有时候这个片子里面呢 没有台词的表情 给人印象深刻 好 我们接下来请范忠岳学长 听见 听见的老师 真好 中越在听上集的时候 有听到山鸡大师讲到 为什么你师父把你赶出去 是因为医生能病患 但是病患也能医医生 中越就体会到 许峻大人当时不明白 学生理解师 他的老师是让他先修身 不要马上出去 去接触那个名利的一个场所 其实是在护念他 他可能当时还没有理解到 他的师父对他的一个护念 这是 这是中越第一点的理解 第二点就是 他师父身边有一个师姐 和许峻的这种 纯真的一个关系 也是当代像 我们在男女交往的时候 也是应该一个效法的 包括在修学当中 男女同修都在一起 也效法这种纯真的 一个友谊和修学的一个场所 天天都能落在一起 还能如此的护念 没有起血丝邪念 这是这一点 另外还有就是 有人说许峻大人的医术 比柳大夫高明 但许峻先生不这么想 他心目中就是师父 还是他的师父 他自己是那种 非常把自己拉得很低 师父就如那种父亲的感觉 但师父说身为大夫 让他去了解病情 这也是师父给他作为学生的一个机会 师父心中是看到未来的一个传人 能够看出他来是能够受教的一个学生 所以说中越就自己体会 那种许峻那种好学的精神 他自己虽然很家庭贫困 但是他不为这些 而是为一心求一 像这位名师是个明白的名 而不是说 为了他非常有名 去 去 发解他的这个师父 这个是中越非常钦佩的一点 那第三点就是 那第三点就是 柳大夫教许大人 这个如何去师真 就像中越体会就像 师长老人家 法师苦口婆心的一个教育 去引导我们在这条路上 如何去修学 成就菩提的道心 那 柳大夫就请 许大人真爱一起用 那中越就理解 就是老师看学生看得特别清楚 那 他的师父是名气在 但是 师父觉得 如果说的一直把许静放在身边 有可能去害了他 可能 这是 就是请 师父去指教 那是中越的一个体会 因为 他的老师名气太大了 那老师也是在 悟念他这一颗心 当 许静把 那位 失明的老人 给治好的时候 他那种激动和感动 柳大夫就能看到 他的学生 能够独立 就像 佛法中 讲的可能就有 八风吹不动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 所以说柳大夫最后就走到山里边 把自己身体献给这个 让他的学生去做医学的一个 奉献 奉献给医学 让他的学生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那个诗术 那最后就是柳大夫 那中越就是 感觉到 师父 就是老人家在放下自我 就像 老人家在讲经讲不了的时候 老人家还在用这个视频 然后向大家来道歉 自己讲不了经了 现在 中越就自己体会到 就是展现了师徒如父子 就像老人家跟法师 就是 就像我们的法身父母 耗尽了自己 愿自己就是毕生的这个 心血都成就大众的一些 道业为法帮区 就是像我们 做晚辈和学生的 都应该去效法 那中越自己 也期许自己去效法 以上 谢谢 谢谢 范中越学长 他的分享 在师生方面 那体会比较多 那其实 老师在做很多事 在做的当下 其实就在教我们学生 是我们 是我们 会不会观察 观察很重要 要用心观察 用心体会 就像 就像 师父上人 在他 应该是73岁 的时候 他在讲 太上感恩篇 已经有 谈到 他随时都可以走 凭什么 四诸 四间法 都放下来 可见放下重要了 那老人家73岁 他已经表达 他可以走 但是在94岁 要走的时候 大众又留他 他又留下来 他的用意何在 他的考虑何在 这都是我们 弟子 要体会到的 那老人家 讲经一生 在他70多岁的时候 他还说 他没有学生 那这些话 我们当 弟子的 怎么去体会呢 很可能 他讲的 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 可以冷静的 想一想 他老人家 哪一句话 我全心全愈 就把它落实了呢 佛法的修学 老人家特别提醒我们一点 佛法重实质 不重行事 实质就是依教奉行多少 实质可不是 我在梦里梦到多少次了 其实不强调一教奉行 而强调梦到多少次 就很有可能我们还是情感重 跟善知识搞情职 大家要了解 跟善知识搞情职的时候 要正确地观察善知识是很难的 他在给我们表演什么 我们不见得能看得很客观 看得很清楚 所谓情深自隔 你用感情去看 会看有偏颇了 甚至理解错了 所以我们遇到师父上人是太难得的机缘 可不能用错心 可不能搞情词 那面对老人家很严肃的言语 大家假如有留心在太上感应篇 因为那是面对身边的这些世众弟子 常常跟着他的 针对一些发生的事 也是 很用心 很义正言识地在规劝 身边的人 很多人会观察错 说老法师都不讲人 你去问老法师 老法师都说好好好 这是身边的人传的 他都把师父看错了 师父说好好好的时候 是问问题的人 根本不是真心要向老法师请教 是要让老法师为他要做的事背书 多少我们弟子做的事情做出问题了 都要让他老人家背黑锅 都不是真正要请教他的 那他老人家也很顺呢 等我们真正良心起来了 原来老人家都知道 那时候惭愧心 忏悔心 就能够让我们醒过来了 成德的观察 只要我们弟子真心请教 老人家没有一次不具体 给我们知道的 所以我们有情子 我们有掺杂一点名利 那我们无量节来遇到 师父上人这样善之士的机缘呢 就被我们自己给障碍住了 其实菩提道不好走啊 造业者有一百人 为善者才一二人 为善者有一百人 向道者才一两人 向道者有一百人 坚久者能够坚持下来 坚久的人才一两人 坚久者百啊 坚之又坚 久之又久 直至菩提者 又只剩下一两人 要到这种程度啊 才是真道人 我们相信 每一个人 都希望做老人家的真弟子 都希望落实无量寿经说的 于我法中 得名第一地址 但菩提道上啊 一个念头偏差 可能就偏出去了 念头很细啊 所以印光祖师说 一天当中 日用之间是万静交集啊 不打破自欺的话 其实自己偏了 自己不知道 身边的人 又跟自己感情很强 也都会顺着自己说话 就很难看到问题了 所以领导者 首先要让身边的人 跟我们讲实话 没有任何顾忌 我们一定要坚信啊 坚定的 不能忘啊 我们走向 弘扬文化的路啊 要不求有功啊 但求无过啊 身为一个领导者 人家跟我们讲话 还有顾忌 我们有可能无过吗 唐代宗先生 令我们敬佩啊 魏征 本来是 跟他是对头的 他还能重用 对他直言劝谨 他都能够接受 这都是我们的 学处啊 我们这一代人 是很特别的 我们从小也没有学 长大 才开始学 我们不说过去生的习气了 这一生形成的 要对峙都不简单 在我们还在对峙 自己习气的过程 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又要当老师 又要当领导 又要当人家的父母 其实挑战挺大的 我们的 我们的警觉性要非常非常的高 老法师说了 他们这一代人 对不起佛教 当然这个话 只能老法师讲 我们可不能讲啊 老人家有那个威望 才能讲那个话 但是我们听的时候 要善于去体会了 老人家那一代人的根性 他成长的背景 受的教育 远远比我们的姻缘还要好 每一个出家在家的人 走入佛门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不是为了自利以利他做的 可是为什么走进去 初心是这样 最后 变成 要过名利关 相当困难 我们听老人家的话 可能都要动态去体会 他那一代人 甚至于他的下一代 比方以成德来讲 都是孙之辈的了 我们的成长背景 远远不如上两倍的人 我们现在面对的诱惑 又比他们多 又比他们多很多 所以我们的警觉性 要相当相当高 但警觉性不是紧张 你又觉得压力大了 这又不是真心了 要很有警觉 自己的念头 要实时观照才行 要真正形成的 执行是道场 团体之间 都能执言不认 都能执言不认 都能执言不讳 都能执言不讳 互念对方 佛法 要圆融地去理解 圆融地去修行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谈这一段 再拉回来 刚刚我们范学长讲到的 那许峻被他老是轰出去了 实在讲 他所求的那一个推荐性 也是人之常情 你说他为自己吗 其实他是为了他的母亲 他的妻子 他希望他们不要再像奴隶一样的生活 他有一个名分 社会有一个地位 这一般来讲人之常情 但是假如他要成为 毫无自私 完全只有病人的新医 那这里就是他卡住的关卡 所以他的师父 看得更深 所以 以非常严格的方式 教训他 他自己也没有缓过来 但是他为什么没缓过来 这其中又有我们的学处了 他为什么会消沉 为什么转不过来 这些点我们体会到了 对我们菩提道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那包含 刚刚提到 瑞珍 他对于许俊大夫的 这一份情意 这真的是学处啊 大家可以回想整个情节 去感受 那里面呢 没有所求啊 没有占有啊 那才是爱啊 掺杂的东西 那是欲了 这些啊 我们都 可以用自己的 过往的人生 或者以后的人生呢 慢慢来体会 那 其实啊 这一个片词的每一段 台词 每一个情节 对我们走这条路啊 紧密的相关 因为大夫啊 是医病人的身体疾病 走弘扬传统文化的路啊 是医人家的心病 那刚刚我们 樊学长提到了 让病人看到大夫的时候 心就定下来 安定了 老法师讲经的时候也说 他跟一个医师在那里谈嘛 不是医生把病治好的 是病人 对医生的信心 把病治好的 那医生 能给病人这样的安定 我们弘扬文化的人 可以给来 接受传统文化的人 这样的安定力 但是首先 我们自己的心要安定 我们对过去 还有懊恼 我们对未来 还有担忧 我们对于现在 还有很多犹豫不决 举及不定 那我们自己的心都不安 我们怎么去安人家的心呢 所以我们有这颗 善心是可贵的 但是我们得从根本修 自觉 才能够觉它 自知 才能够知人 为什么 传统文化叫内圣外望 内圣是 一定要先提升自己 成就自己 才能够帮得上家人 有缘人 甚至是 社会国家来 好 谢谢这两位学长 我们接下来请杨俊学长 马师好 大家好 学生 上午在看的过程中 最受益的是 有两点 一个是 许俊大夫在 考内 考 科考的路上 看到很多 病患 然后 就是 延后 多次延后自己的 时间 来给这些病患 就是治病 他的 期间应对过程中 他的爱心被不断的 激发扩大 就是这个 爱心 然后 他在这种情况下 一边是名利 人生的天品拿出来之后 一边是名利 一边是 师父的教会 回到医生的本分 就是有 最关键的精绪心 就是拯救 病人 并且在拯救的过程中 他心里打过体力 就想起母亲的教会 人活着的时候 要多付出 死了之后 可以 可以多睡觉 所以我就想到 我们现在 在承转文化的过程中 也是很多时候 需要 把这个心力 打过体力 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也希望自己 能够在遇到境界的时候 想起老师的教会 父母的教会 回到本分上 来突破一些境界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受益的地方是 在拯救 一个病人的时候 他师父 说可以用 爱揪来减缓疼痛 然后 遇到一个矛盾 既可以用针灸 也可以用爱揪 然后在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一看的时候 可能一些人就 有点 晕 给他看不懂 但是通过三级大师和 刘一泰 大夫的对话 然后才知道 这是 刘一泰 大夫在 给 徒弟 徐骏 一个成长的机会 我感觉这个应对 它是一个师资道合 就是 只有师徒二人 这个心 充分的相应的时候 才能够听懂 师父的话 回到学生的身上 就是 有时候感觉 在团队里面 听不懂 听不懂老师的话 希望自己在这方面 能够突破 就是 也希望能够 像徐骏一样 就是 让三级也创造个 这个师资道合的 这么 这种 达到这个境界 这是两点 非常受益的地方 下来还有 影片中 需要完善 感觉有完善的地方 有 有一个 就是 嗯 徐骏他太太 就是 听说 徐骏先生 救了很多病患的时候 他扭转了他的看法 其中一个台词 感觉 可以更好一点 他说 他以他 就是 女子狭窄的心量 去 考虑他 他丈夫 现在这个词 应该 狭窄的 女子狭窄的心量 感觉这个词 完善一下 因为现在 很多 很多女子 人家这个 承担也是挺好的 把这个要去掉 嗯 还有 还有个疑问的地方 就是 之前 就是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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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让 就是那个 把那个介绍性 烧掉 那就是 启发 徐骏 不要为了名利 不考这个科举了 后来为什么又 又考科举了 就是前面不考 后面又考 这个我就 感觉不太理解 嗯 然后自己思考了一下 是不是 在不同的境界下 这个教学目标不一样 嗯 就好比我们现在考教师资格证 前段时间 老师说 我们就是深入 传统文化 提高德行 那现在为了 嗯 更好的去接种 是不是又要考 这个教师资格证 所以学生 想请教一下法师 是不是 在不同的因缘下 这个 应对是不一样的 嗯 好 学生就先 汇报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啊 杨学长 啊 首先他分享 第一点呢 其实我们的人生路上啊 都会遇到 意跟 利益的 境界 我们是 取了意 还是取了利 取了利 就是随夜流转 取了意 我们就是 意里 在身之身 哎 这过程 真的有不少啊 陈德还没有学佛以前 就遇到了 哎 业绩不错啊 好 可是 来 听课的人 啊 当说陈德是在办 这种 潜能开发啦 的这些课程 但大众受益有限呢 那这个钱我还要继不继续赚呢 这个毅力之变呢 可能在我们 过往 甚至于未来 都会遇到 我们要把持住 那第二呢 用这个真跟 爱揪一起用啊 这一个点 其实最重要的呢 是老师借这个姻缘呢 让他放下对老师的依赖 让他建立什么呢 依法 不依人呢 所以佛要灭渡 在涅槃经里面 指出四一法 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老师不可能 藏在身边 老师也有可能 比我们先走了 这个时候要以经教 为师啊 所以这个 柳大夫的身意 以至于佛陀的身意 这个是很值得 我们去体会的 好 那您还有提到说 这个小女子 狭窄的心呢 这个台词 我想这个编剧 可能有编剧的用欲 当然您的顾忌啊 也是有道理 因为 我们讲课啊 面对大众啊 有时候也得要考量 大众的接受度 所以记得成德 有曾经讲过这个 正联税礼啊 他们家上千人哦 皇帝给他两颗梨子嘛 你看他怎么分哦 他分得很公平嘛 后来皇上问他 怎么自家的 他被封 天下第一家嘛 结果他讲不听复言 那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说他讲错了 我们要说 这句话呢 四一法说 一一不一语啊 你心量要大 你心量不大呢 常常计较啊 你们家就要纷争了 所以男子假如心量小啊 那这句话也是在提醒我们 那女子假如没有受 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那她假如情感比较重啊 那她可能只为 自己的家庭着想 那她的心量可能就不够大 你看我的言语里面 有用可能可能 这个就是比较含蓄的 不然你说一定不大 哇那个女的一听 很不舒服了 所以这个粗言顺人心啊 大家也要多去体会 那我们说因缘呢 它是会变化的 所以前面不考 后面要考 前面不拿教师这个阵 后面要拿教师这个阵 从向上看不同 但是纯心要一样 因为形式会有不同 有时候要顺势而为 实在讲啊 这些都要你们多自己去体会 假如我们都习惯了 好像都要给一个答案了 而不是自己去领悟到啊 那体会不会太深 当然 假如是身为领导者被问了 那当然要回答 好 那老法师也说 他一切都随顺 佛菩萨的安排 那我们要知道 孟子有说啊 孟子有说啊 不能急着做 不能急着做 有时候会啊 适得其反 这个在我们走过十几年的路啊 历史太多了 比方说 在一个大都市里 有一个社区 人家特别认同传统文化 让我们每个礼拜去讲课 结果呢 就有出家的人 跑到 这个社区去听课 他也是好心啊 可是这么一个动作来 哎呦 这个跟宗教有关系啊 结果 这个社区的课就开不了了 这社区里面 这个管委会啊 这些人通通被调查 你说大家那么支持 最后还被调查 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 所以不能感情用事啊 陈德第一次回到西安 我的祖先 这个出生地是杨岭啊 西安杨岭啊 不是陕西杨岭啊 那个是 这个 泰王 他们都是从那边来的 那回去我很高兴啊 要上五天的课啊 结果第一天 就很多出家人呢 要去听 结果一下就被封掉了 也没上层了 好 所以传统文化 我们要审时夺势啊 要遵守 国家的规定 还有国家的形式啊 不能激动 那这个 请教一下杨学长 假如明天又告诉你了 不用考了 那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法师一个原则 就是 看大众这个当前的需要 如果需要 有资格证 然后又不違反国家 这个法律规定 对 就是在不違反法律规定 这个条件下 去比起大家 他提到了 看大众的需要 这个论言经 有一句很重要的指导 谁众生心 因所自量 实实在在讲 我们这一生要成就 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除非我们不够真性切愿 所以海贤老和尚也给我们表演了 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了 成就了 海贤老和尚在表演什么 我们都要看得懂 能看到他老人家的表演是福报 看不懂 这福报就花掉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其他的经典 为什么还要提升这些能力 教师资格证也是一个条件 那是为了互念众生的 那互念众生也不能强求 水到渠成 瓜属地露 因缘还没到 要好好提升自己 因缘一到 我们说奸善天下 要尽力去做 那真的有这个状况了 领导没有说明 你要去请教领导 或者呢 真有变化了 领导也要给底下的人讲清楚 不要造成底下人的疑惑 所以大家注意哦 每一个角色 都有每一个角色正确的应对 进退 五轮关系里面会出现问题 都是双方 或者是这件事里面相关的所有的人 都没有正确的心态应对了 这个事才会越来越有问题 只要双方有一个人 或者这个家 这个团体 有一个人是清醒的 正确的 都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好 那因为许静一开始 他考的心是有他的功名在 所以这个因地不争呢 他不去啊 反而好 而且后面呢 还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我就不讲了 看可能后面的人会分享到 那后面为什么考 三级大师有讲 因为最完整的书籍啊 在宫廷的御医院里面 他也要有这些住院呢 都有一些考量在其中 好 所以啊 我们观察事情啊 因因果果 种种条件的 因缘的客观 甚至他有变化了 都要做动态的观察 领悟 你不能 形成一种 固执的看法 固执的成见 以前是这样 不代表现在是这样 你都要很客观哦 我们说 科学发展观呢 要动态观察 因缘 因为万法是因缘深 你很冷静 很客观观察因缘 我们心里就知道 怎么应对进退了 所谓多少缘 做多少事 不攀缘 我们接下来请 洪宋静学长 看这个医道 对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许俊到那个 有瘟疫的村庄 去找师父 然后他 刘大夫 刘大夫叫他回去 师父让他回去 他坚持不回去 然后三级大师 就对 刘大夫说 面对许俊的固执 你也拿他没办法 那 宋静就在想说 那这个固执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就像刚刚法师讲的 说 一亿不一予 这个许俊的这个固执 其实是 宋静理解是 他真正的秉承了师父的教诲 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面对病人不能够放弃 把师父的这个教诲 他始终都坚持 始终去落实 甚至面对师父 对他的这种 好像有 生起 虽然是爱护他 也是有情直 好像有一点点 情直的情况下 他还是能够坚持住 这个 这个师父的这个教诲 要成为一名新医 就是 宋静也感觉到 是 刘大夫也好 还是许俊也好 他们师徒之间 都是在演绎着一种 新医传道 要把医的这个道 要传下去 那所以他的这份固执呢 其实是真正的在 实质的在传承 这个师父的这个道 宋静也想到 这个师长老人家 他这个 这个 弘扬推广传统文化 那 我们也一直在 自己在发心 要为往胜 既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那就想到自己呢 在这个过程 是不是也像许俊一样 我们 为往圣记的是什么的 是继学学 是 有没有 是继承 有没有真正的继承 这个道 有没有 木贤当木齐心 有没有把 师长老人家 还有法师的这个行仪 把它继承下来 那这才是真正的 是 成为一个法器 在传这个道 那 这个 宋静自己 在这个修学过程 一路上也是 磕磕碰碰 一直在做错事 那也是 期许自己呢 能够 面对 像许俊一样 面对一切的 诱惑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能够真正的 有这一个 固执的精神 有这一个 要把这个真正的道 要传下来 驱喜自己 真正能够成为 一位传道人 这是宋静观看的 一点体会 有不对的地方 请法师 还有助于老师学长 可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 洪学长 这个固执 上面要加两个字 叫折善固执 这个在中庸里面呢 也有提到 他那个折善呢 最重要的就是 把病人摆在第一位 其实对我们来讲 就要把众生摆在第一位 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畏己身 求安乐 那承得自己很惭愧 虽然跟随老人家 有一段时间 但是自己还是根性 太陋略了 很多重要的话 都是很多年以后 才有一点感觉 所以真的是要 把师父上人的每一句话 当作都是给自己讲的 比较容易体会的深入 那也问自己 我跟着老人家学习 那学是效法 那有没有跟老人家 有一点像呢 假如自己 跟了十几年 自己还是自己 没有比较像老人家 怎么处事 怎么带人接悟的 那这个是变成我自己 悟了自己了 这么好的姻缘 我可能都是激动而已 没有静下心来 一点一滴观察 老人家的 怎么把佛法 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带人 进一步 我怎么去效法它 这个佛法重十次 不重形式 确实是要我们 自己去检查了 师父领静门 修行还得靠个人 好 那我想呢 可能接下来啊 做一个调整 抱歉啊 因为我看举手的人不少 可不可以呢 每一个人讲一点就好了 你体会比较深的那一点 三分钟之内 三分钟之内不是一定要讲三分钟 比方说你体会那一点 一分钟可以讲完 就一分钟 好 那假如 这个体会 很长呢 那也要训练了 三分钟讲完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 陈晓逸 学长 法师好 大家好 晓逸今天 看完这个影片 印象最深的就是对 这个许俊 他的这颗真心 就是感觉他 自从遇见了师父以后 整个他这一生过程当中 都能实时地守住他这颗 就是从医者的真心 他的出发心 就是照顾病患 就是他因为他有这颗心 小姨就感受到他很多 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 他能够很 很顺其自然地 就去做了很多正确的抉择 比如说 他们在赶口的时候 很多人 他身边的那些 同样就是要去赶口的人 就都会说 你们就是面对那些病患 他们说 你们的处境也值得同情 可是我们也等了一辈子 我们一辈子苦读 就是为了考取公民 但是许俊先生 他因为他的初心 就一直就是 为了照顾病患 哪怕就是考取公民 就是学了这个医 也是那个 为了照顾病患 所以他面前心中最大的就是 不忍心看这些人受痛苦 看到病人受痛苦 所以当所有人都走了 都去赶口的时候 他自己就能很坚定地留下来 就是去照顾这些病患 就即使到最后 几天几夜 四天四夜没有合眼 他心里也没有 就是有怨言 觉得自己累 就是因为 小姨觉得 就是因为他那颗初心 一直都在 因为在修学路上 也时时要反观 自己的出发心 就想到 也是关于这个遇到考验 前天的时候 小姨去考科二 就是架考考科二 当时考的时候 就想到 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全 考试前要练习 前面有五六天的时间 就是全天是十个小时学习 中午都是家人 去给我们去送饭 去架考那个练习场地 而且很多家人 就在跟我们回向 当时考试的时候 小姨就觉得 大家都付出很多 一定要考过 就其实 到最后隐隐约约 那颗初心 已经就迷失到 去执着那个结果 就是觉得 我一定要考过 我一定要考过 就是会在那个结果上 就会去执着 就其实也忘了自己 为什么要考架考 这颗初心了 然后当时考 考完没过的时候 结果是没过 我小姨心里还 就想 我一直念着佛呢呀 我考试的时候 我也很专正心态 为什么没有过呢 然后到 人家 我们有一个 全校都在里面的一个群 然后大家就是 一般就是考试啊 有什么好消息啊 都会在群里汇报 然后当时小姨就在那里转念 转念完以后 就考过的同仁 就在群里汇报了 说哎呀 他考过了 谢谢大家的回向 然后下面就有洒花的呀 就是祝福的呀 我当时就想了 我说我要不要也汇报一下呢 后来 同仁就说 这个事事是好事 咱们群里都是那个 不是 咱们群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你这个要不就别说了 后来我也想 事事是好事 回到出发心上的话 我这个也是历史恋心嘛 这是佛菩萨对我的一次考验 如果我要过关了 也是好事 所以我也要汇报 所以我也在群里就是汇报了一下 小姨没有考过 以及自己的反思道的地方 后面家人就给了很多 就是很正向的回应 比如说他说 这是佛菩萨对你很高的标准的要求 就感觉 其实自己在这个方面 如果端正心态 以后给身边人的传递呀 或者是给自己以后学生的一些分享啊 他们也会有考试失利的时候 这都能成为我作为教学很好的一个资料 一个经验 然后我就感觉这就是好事情 这对于我守住初心了 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所以我就后来感觉这件事情很好 就是实时能够守住初心 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也能像许晋先生那样 就是问心无愧的 心里不会觉得 哎呀人家都考过了 我人家都去参加科举了 我没参加上心里有懊悔 不会因为初心一直在 所以我感觉守住初心很重要 今天看到了以后 就更加更加坚定了 就是事事都要立事练心 也是为了教学为先 更好的自觉才能觉它 谢谢 谢谢陈学长 很好呢 他看影片会回到他当前遇到的境界 去反思 所谓赛翁司马焉知非福 这个许晋就是因为考不上 才重新回到柳毅泰先生门下 所以大家想一想 他考不上是不是佛不是安排的 不然他没有机会 他的医学造益不可能那么高 再来啊 初发心成佛有余 但是发心容易 恒心难 所以这个初发心啊 自己要护持好 贤护等十六正事 首先要能够护自己 再来呢 我们实实在在讲了 一开始面对一件事 心态挺好的 但在过程会有很多情况啊 就不一定能守住了 慢慢慢慢就忘了初心了 比方说你去劝你的爸爸 劝你的妈妈 劝到最后是弃他哪一句话了 明明你是要劝动他 最后你在那身闷气了 就跟初发心都不一样了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过程 我们有没有用对心 而不是因为那个结果而产生 患得患失 那这个陈学长转念很好 烦恼及菩提很好 还没考上 这可能是佛菩萨安排 我以后对这个 曾经考场失利的人 我也可以感同身受 跟他劝勉 这是对的 真的再补充一点 经一试要长一词 也要检讨出啊 为什么没考上 还有没有我们的不足在里面 你说许进呢 那他也 他也没有不足 他去考回考上 可是问题是什么 他为了病患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利益大众的时候 我们还不是纯粹都是利重 我们里面可能还有掺杂我们的情绪啊 我们的名利啊 那你这个没有检讨出来 就不能经一试长一词 所以学传统文化是绝哦 绝造哦 不能打迷糊仗哦 刚刚我们这个陈学长还讲了一句话 报喜不报忧啊 这可是团体致命的问题哦 一个朝代 假如报喜不报忧了 这个朝代已经走向败亡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看不见的风气哦 他每一天都在影响每一个人哦 所以其实要静一试长一词 谈何容易啊 我们假如能真正静一试长一词 我们随着每一件事一直提升呢 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的 他每餐一个他就上去了 因为他完全效法对方了 我曾经跟我们院长 汉学院院长讲 我们的景学境不够高的话呢 在五千年历史当中 每一个朝代出现的问题 我们的团体或多或少都会有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最怕的不听真话了 最怕的粉饰太平了 所以有一个读书人写到了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死后人父爱后人已 这句话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念 但是我们能真正把它用出来吗 所以以死为鉴也只是四句四个字啊 其实我们现在能够讲出来的经句不少 但是每一句我们有没有真正去 落实在生活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 那这个就要完全看自己下功夫了 因为师父领境们 修行还得靠个人 我相信你们团体的 不是这种 只是你刚刚用了这个词 这个成德善巧的 拉出来 跟大家共同提醒一下 底下的人都不敢讲问题了 这问题可大了 大家要知道 处理团体的事情就跟治病一样 时间拖越久越难治 一有征兆 领导者马上能够洞察 或者底下的人马上能够执行 劝谏 那就问题很快就化解了 大家还静一试 长一致了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王静晨学长 最近的法师 这位前辈学长 大家记相 静晨也看了几遍 这个一道了 但是每一次一看的时候 就第一个念头就是说 他在讲师徒之情 我在看的整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念头就全在老师跟徒弟 之间的应对当中 我来吸取到了什么 但是这一次静晨在看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一幕 就是刚刚开篇的那一幕 徐俊大人和他的母亲离开了家乡 去到别的地方逃亡 刚刚安顿下来的时候 徐俊大人的母亲说了一句 就是徐俊大人说 我哪怕上山采药 去做矿工 也一定会侍奉好娘 然后徐俊大人的娘亲就说 你只要不再背负着 贱妾之子的污名 不受他人的干扰 你能够自己过好这个日子就可以 静晨突然就想到 就是徐俊大人 为什么会在一开始 去刘大夫家求医的时候 被人受欺负 他都能够去控制住自己 可能就是因为 他首先是孝顺的 他是有那颗孝心 法师讲课也总说 我们要时刻的把父母放在心中 所以可能徐俊大人一路走来 一开始是因为他保持了这颗孝心 后来慢慢的在学医当中 从师父传授的一些 真正的立身处事之道的时候 他才能够慢慢的把 病人放在心中 以至于到最后 他被罚一千次来回走的时候 他也在向师父祷告 我只是为了 这一次不再让那些贫穷的病人 看不起病 我只是想让他们能够受益 希望师父给我力量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 徐俊大人一开始的这颗孝心 因为孝之后才能够有静 才能够有对师长的那份 师父的那份情 然后慢慢引伸到 把所有人都能够装入心中 因为静晨就想到了 静晨小的时候 家里也有一些困难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是很小 好像刚上小学 一二年级 然后妈妈就有跟静晨 拿出来了一个本子 上面写满了很多人的名字 妈妈就跟静晨说 这个是我们说困难的时候 所有帮助过我们人的名字 妈妈一定要一个一个的 拥抱这些人 所以妈妈的教育给静晨 就以至于在后面的休学路上 静晨有在时刻的想 走在这条休学路上 静晨是这样的 就很容易 有的时候 我走在这条路上不容易 父母护士我也不容易 我要感念爸爸妈妈 然后走在这条路上 又遇到了好多的老师 好多的学长 对静晨的帮助 我要感念这些人的恩德 但是可能仅仅是一刹那 或者是说 我这一天能想起来一两次 然后平时的时候呢 就执着于自己的 我吃得好 我睡得好 我别太累就行了 就好像这颗感恩心 不能够时常的提在心中 所以今天看这个一道 最深的这一幕 就给静晨 最大的一个警觉性 让静晨能够在这个 苏学路上 时时刻刻不忘 所有人对静晨的帮助 对静晨的呼持 哪怕是好的缘分也好 或者是说 对于静晨的一个增上缘 逆增上缘也好 都是来帮助静晨 成就静晨的 为静晨就应该 时时刻刻保持住 这颗感恩心 以上向法师和作为前辈学长汇报 感恩大家 谢谢 静晨学长 这个念众生恩呢 很重要 感谢每一个人呢 对我们的成就 这个就是啊 善财童子的心境 这个也是我们决定 这一生要成就啊 一定要具备的心态 所以劝发菩提心文 这教导非常可贵 精辟 不能忘失菩提心 那菩提心必有姻缘 方能发起 念师长恩 念父母恩 念众生的恩 而这个念恩的心 能够时时保持啊 我们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了 而且他刚刚分享 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师道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他假如对母亲没有孝心 他可能被那些人整了 他就退心了 那因为他有孝心 那自然在面对老师的恩德 这种常念师恩呢 就会升起来 所以老人家这一句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这个分量啊 还是很重的 好 我们接下来请 梁美玉学长 真经的法师 各位学长大家好 我就分享其中的一个场景 医道也是看了很多遍 而这一次体会很深的点很多 基于实验的关系 就说当柳大夫知道 许俊为了救治那些沿途的病患 而没有赶上考试的时候 后来老师见到这个学生的 第一次那种刻板 严厉 苛责 变成了慈祥 柔和 诈许 当师徒对视的那一刻 这一刻我非常的震撼 师徒对视的那一刻 那个习近的心中 我仿佛听到了 他的心中 有一种巨大的声音在哄响 因为他那种 好像丢失多年的孩子 见到了母亲 那种 又喜悦又委屈了 这种声音呢 也在我的心中 响起 我也非常的震撼 因为 学生经常在梦里边 去找老师 有一次好像找到了 但是一转身老师又不在了 然后我就对着那个大江大河的高山 就失声力竭地喊 师父 师父地喊 结果师父的声音在我后面 想起说 我在这里啊 你喊什么 然后我也转头 看见师父的那种 那种 真的 说不出的那种感受 所以经常听法师的课 我修学有十年 前五年呢 是听老法师的 后五年呢 是听成德法师的 也学着副讲 在当地呢 也去分享自己的学习的心得体会 那从老师的课程中 听到了 说是不是学生找到老师 是老师找到学生 一直不理解 这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是真的 只要学生做好了 老师一定会找到学生 所以还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没有做好 没有学好 真的是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那收获一定是会有的 好 感恩法师 感恩大家 我就分享这一点 谢谢 梁学长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他向道之心啊 很切 那在梦中啊 那老人家 师父上人 说 我在你身边 这个可能也是在提醒我们 只要时时啊 把他老人家的教诲 放在心上去落实 他跟我们就没有分开了 那外在的因缘呢 不能强求 随缘 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 那陈德是还差得远 但是以我自身的经验呢 我当时候接触老人家的教诲 我就想 哇 这教诲这么好啊 我得好好用啊 因为老人家讲最多的就是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所以我是没想说 一定要去见老人家 就想着 哎呀 赶快 要怎么落实 怎么运用 那是后来 是刚好 这个 海口有因缘啊 我们去了解 去做了 哎呀 然后就 接上了跟老人家一起做事了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刻意去求 就是后来自然发展 但是很重要的安住当下 不然每天在那里判啊 在那里求啊 这个也是 也是有烦恼的 安住当下 依教奉行 重实质啊 不重行事 而且说实在的 每一个人的一生呢 都没有白走 只要呢 你走过的路都觉醒过来了 很可能呢 往后你都要帮助 跟你有曾经同样经历的 这些人 烦恼一转 就是菩提的 危机一转 就是转机的 悲愤一转 就是力量的 比方说我们这次有 我们 这个 严吉的同修 他们跟 这个北韩相邻 我就会想到 老法师说四个国家 团结起来很重要啊 这个都是有汉文化的 他们刚好 就出生在那里 可能就是个姻缘 这次我们文山 也来了不少 学长 文山跟越南相交 越南 韩国 日本 还有我们中国 这四个国家 都是有汉文化的 所以有可能 大家在那里出生 都有因缘的 这个有赖大家去感受 佛菩萨会加持 这个 承德看这个 达摩祖师传 每一次看到一个地方 必哭 这个感情还是太丰富了 就是那个恶主 慧可 跪在这个洞前 结果大摩祖师不是 转过来了吗 转过来 这个师徒一对眼 那个刹那 自己也是忍不住泪 所以这个师生的缘 很深 因为老师 都是生生世世 谁主与我 心不战舍 所以佛菩萨跟老师 都是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得真正体会到 就不愿意再辜负他们了 所谓 子若亦母 如母亦死 母子立身 不相违远 佛菩萨是 法界身 同体大悲 随时都在 我们安心 不要担心 好 我们接下来请张奇岩 学长 尊敬的法师 各位老师长辈 大家现在好 奇岩在看影片的时候 很深的一个感触 就是 当刘亦泰医生 把许骏赶出了 自己的门下的时候 许骏当意识到 自己 错误在哪里 一直一次次的 跪求师父再次接纳他 而师父的那一份用心 因为当时看到 刘亦泰 老师他 看许骏的那个眼神 其实在那个里面 是有 慈爱 有不舍 有 想要呵护他 道业的那一颗心 因为可能 老师是看到了 他还有一些 没有 去除掉的 不是纯粹的 真心去对待医患的 一些问题 因为当时出现了 三级大师 带着他 去建议他 可以去三级寺 去照顾麻风病人 当时 奇岩在想 三级大师和 刘亦泰 师父 他们应该是心意相通的 可能都看到了 许骏医生 还有一丝恐惧 医患的那一点点的心 也是因为 刘亦泰老师是真的觉得 他是一个传承的人 是一个好学生 所以呢 在一次次的 在拒绝他的时候 也是想要 更大的去成就他 让他能够 发现自己的问题 去树立自己 最纯粹的那一颗 为病患的 能够成为心意的 这一颗品质 那也是感受得到 对于老师来讲 我们作为学生 要更多的能体会到 老师的那一份用心 而不是说 当自己的 自己的心念 被老师拒绝 或者是 感觉自己 有不理解 不被理解的时候 是听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去理解 老师的那一份 成就自己的用心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看到 许骏医生 他的那一份 主动求学 为了求到 为了成为 心意的那一份 好学 和求学的心 也是给予齐言 一个警示 就是说 走在这条路上 老师有成就 学生的心 可是学生 如果没有 想要成就的心 是很难 去利益自己 去提升自己 和利益大众的 那也是 感觉能够有 师长和法师 在前面 就是引导我们 能有明白人 来引导我们 在学习的过程中 对于师长和法师 的每一句的法 齐言是否 真正的用心 体会到这句 话后面的 用意和心境 也是作为学生 应该去 勘验自己 和反省自己的 仅此以上 心得向法师 和诸位老师 汇报 如若有错误的地方 还请法师及老师 指点 谢谢 谢谢张学长 我想 父母老师 都是有 成就我们的心 夏老师说的 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所以 父母老师 以至于所有的助缘 能不能帮得上我们 甚至于能帮多少 还是自己决定的 自弃者天气 我们自己放弃了 人家要帮我们 就很困难 其实佛菩萨是 同体大悲 哪有不帮我们 问题是我们自己 要信任自己 提起正念 他们才加持得上 那当然 这个骗子 每一个人可能 都有不同的感悟 这个也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大家一起来探讨 那刚刚这个张学长 讲到了 这个柳大夫 也都是为了要考验 成就他 可是柳大夫后面 也说 他在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 他也有他人生的反省 他说我只是 我只会把不成才的人 赶出我的门外 是吧 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但是他也还在修行 当然他那种为病人的 那我们是敬佩 也要向他学习 但是在脾气这一点上 他自己也承认 他要有所调整 所以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都有反思 那你说 许俊 大夫 他跪下来给他 老师忏悔 实实在在讲 他那个当下 很可能他的念还是很纯的 可是他阿赖耶士有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啊 你过去生 这个起的念头啊 一言一行的种子 都在阿赖耶士里面 结果师父没有收留他 他在外面一直跪啊 跪整夜的 那冬天啊 多冷啊 隔天他老师过去 也没说话 就走过去了 后来是三级大夫来了 然后找他去给麻风病患 看病 他那时候就有犹豫了 但是你能说他 他前一天跪在他 那个老师面前 不真心吗 也不一定了 也不能这么说来 但是可能那个一脚麻风病 他可能会有担忧了 有时候啊 我还有母亲呢 他会有他人生的挂碍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这更高的是 佛菩萨祖先在加持 在安排 哪怕他会有一些转折 但是只要他的心不变 只要他没有退心 那佛菩萨跟祖先都会一直伴随着他 人有志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果 除非他自己退行了 所以这些 这也是仅供参考 陈德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 探讨一下 因为实在讲 就像陈德 到了祖国大陆 到了海口 我才三十岁啊 很多事都不懂啊 也没经历过啊 有时候也会情绪起伏啊 那假如我带过的人 大家都说 那个蔡老师啊 陈德法师都是为我们好 那我也做错很多事情了 那我假如接受他们都是 我都是为他们好 那我不是自己骗自己 我也要经一件事 看到我自己还是有情绪啊 还是有脾气啊 还是要调伏啊 我自己考虑事情还是有不周到啊 我还是有激动啊 我发现了我还是要跟同仁承认错误啊 我不能因为我现在被人家叫老师 我不敢真诚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 那我不就死在执着在这个 老师的一种表象上面 所以修行的路上最难的是什么 执着 看不到 随时都会执着啊 连付出都会执着啊 我有付出 那就执着了 我有付出 有这个信念了 就会期待别人认可 就会期待别人回报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有执着点了 所以有时候人家一劝我们啊 我们那个委屈感就上来了 为什么会有委屈感 我都做那么多了 我很辛苦呢 你怎么都不体谅我一下 就哭了 一哭人家就更不敢讲了 你看 所以这个不简单啊 这个修学的路上啊 念头太细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许俊大夫 当山基大夫见到他很落魄的样子 讲了他几句啊 你看他抱怨就来了 你看我这几年不分作业啊 所有的活都是我干的 咔咔咔咔 一堆都出来了 这有没有给我们启示啊 这个抱怨一起来 火烧功德领啊 前面做的全部烧掉了 都不是功德 还有福报 这不是功德了 只要有情绪上来了 所有一切所做啊 全部翻成轮回福报 大家注意啊 不是福报 这两个字是轮回啊 所以修道的路上啊 最重要的是清静心啊 诸儿莫作 众善奉行 接下来是致敬其意哦 不然前面两句 干的还是六道的福报而已哦 没有出轮回 好 所以护好自己的清静心 比什么都重要 好 我们接下来啊 同学长们就说大家好就好 好 就分享一点 我看了还有不少人 我可能请一些比较年轻的 你们之后啊 在小家庭也可以分享 叫了没叫到你们了 很抱歉 可以在小家庭 也可以在大家庭 之后还可以分享 我们请张慧如学长 大家好 慧如在这边呢 想分享一点自己的体会 就是在影片的最前面的时候 因为以前自己没有看过这个版本 就看到有一幕 就是当时许静大夫 好不容易就是师傅 刘一泰师傅就同意他 出诊了 然后那一次是治疗一个 背部有疮的一个病患的时候 当时自己就看到 一开始他的眼神 也是很崇敬的那种 但是当他看到 就是刘一泰大夫用嘴去吸脓的时候 他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就感觉 好像他的内心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大程度的转折 有一种 那种信任上来 包括看到后面就是 就是有一幕也是 有一台大夫治病的时候 就是直接看病人的 粪便的时候 旁边 左边有一个人就是 特别恶心在那里 就呕吐的那个样子 然后 徐静大夫就坐在旁边 自己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就一下子感觉到 就是作为一个老师 好像就是能够真正去 让其他人能够 内心发生很大的变化 并不是说 我的医术多么高明 我的这个技术有多么强大 而是那种发生那些那种真诚性 那种德性的感召 因为自己最近 自己有发现就想当一个音乐老师 然后最近就一直很纠结 就是想学专业课 就那个过程中好像就忘记自己的出发心 我是要去从这个内心去做一些转变 然后才能帮助别人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自己一下子就反省到 最近自己的绝招度呀 还有对这个事情就是过于的执着了 应该在就是自己这个当下 我的因缘是提升德行的因缘 我就要好好地去上课 去平常去转念 然后也不要忘记自己这份发心 那可能过段时间呢 佛菩萨就会给安排上一些 其他自己希望学习的课程 心上就放下了这样一个执着 所以看到那一幕了 自己也是比较震撼 以上就是慧如的一点体会 请多位老师批评指正 谢谢张学长 这个体会很难得 大家了解啊 你想自己安排了 那佛菩萨会很顺利 所以老法师有一句很重要的心法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要安住当下 那这一句话前面 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学释迦摩尼佛 那然后你的一生呢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这个话你不可以听半句啊 那整段听下来啊 佛菩萨安排呢 就是说前提是你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家 你要学释迦摩尼佛 一切为佛法为众生 出家在家 看每个人的缘 这个也不能强求 那你就归佛菩萨管了 你只要安住当下 你会慢慢体会 佛菩萨这段时间呢 在考我们什么 所以佛菩萨今天就安排了 医道 在护持 慧如学长 就提醒他 那我们看 许静大夫跟着 他师父出诊 我感觉其中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表情 你看给那个屠夫看病 最后一个景象 你们还记得吗 他看着他的老师 他的表情 就很震撼之外 他显露出 我一定要效法 虽然没有台词啊 我不知道我的解读 对不对 你看他那个 不是敬佩而已 他那个传递出来的眼神 我一定要像 当这样的医生 所以很可能老师 在启发我们 甚至很可能是 学生在启发我们 所以说不定 那个在音乐教室里面 那个小男生 他讲那一句话 说不定佛菩萨来点化 慧辱了 这个只有到极乐世界去 才知道了 他可能是 因为他那个 很真诚的 唤醒了我们的责任心 这都是哦 所以哦 我们在娑婆界 龙蛇混杂 你怎么知道谁是佛菩萨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佛菩萨 就好了 都是来点化我们的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时事凡夫 用映竹啊 这段话 我们来 这样来存心 什么应援都会给我们 很大的受用 我们接下来请 刘晓晶 学长 大家好 非常荣幸 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这一点的心得体会 这个一道呢 也看过 通过姐姐的光盘 我先看过这个电影 之后呢 今天看了一段之后 下半集还有一点没看 但是 在 柳大夫这个 他去世之后 然后留给许骏的这个 一封一书当中 我就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多遍 就这一封一书 就把我的心给唤醒了 怎么说呢 因为他这个一书说到他 就将逝去之后 杨许骏将他的这个遗体啊 就是完全的贡献出来 研究五脏六腑 然后经络 包括骨骼 所以他这个 把所有自己能贡献的 交给这个 这个徒弟的方法 乃至自己的身体 完全贡献出来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小河的故事 这就是 小河当有鱼的时候 让 就是他的 孩子去吃鱼 可以 可以让自己温饱 然后树呢 可以盖房子 沙子呢 可以就是 拿去铺路 最后我小河 这个旁边的树 都砍伐了 河也干的时候 他说 我还可以有 有这个河床 你还可以躺在 我这个树上面的 木根上 可以休息 所以呢 那这个柳大夫呢 他也是鞠躬尽瘁 然后自己 所有的一切 都来贡献给人类 所以他说是 一道嘛 一道 所以要尊道而行 先 先做人 才能做一 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 深深的理论 就是我们 要学到 佛谱上的精髓 那从来无我的精神 那还有就是说 人的品质啊 首先 不能被名文利养 被所有的五一六成 所迷惑自己的这个心 所以他 这个 许 嗯 许俊呢 他也是 一教师傅的 这个几年 也是去救 这个病患 然后后来呢 他真是成为一个 真是有德性的 这个医者 所以我们的师长老人家 也就是这样 他把他一生 都贡献给我们 众生 然后呢 佛谱上 就是将视线在我面前 包括父母 我们 从小到大 被呵护着 乃至父母将最后的一切 都给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自私的心 和佛谱上这种 表法 就是看到了 自己的惭愧心 所以就是 通过这个医道吧 首先我就要学会 真正的 一教风行 然后把自己 真正的完全 交给佛谱上 这是我今天 发出了一点 嗯 一点真心吧 说的不好 谢谢大家 就是这样一点 新的体会 嗯 谢谢 刘学长啊 我们也随喜 他的发心啊 他这个是发出了 菩提心啊 念父母恩 念师长恩 这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要护好啊 自己的菩提心啊 这一生 一定能够成就 而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呢 把念本师恩 其实本师就是 佛菩萨的代表 摆在第一位 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生生世世 谁主与我 心无战舍 他们在无死结当中啊 陪伴着我们 都是舍头目脑谁啊 所以法华经当中说到了 观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无有如戒子许 这个戒子 那么小的一个种子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每一寸土地 哪怕是戒子这么小的土地 面积 非是菩萨舍生命处 全部都有 佛菩萨为我们舍生命 那老人家也给我们表演了 一身红法 不中断 八十五岁以后 还每天讲四个小时 都是啊 如李秉斌人老师说的 但能光照圆 不惜自焚生 那我们也要效法 因为我们要求处理 就要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要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但是大家不要太激动 去耗损自己的身体 那个也不对 老法师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但老法师没有熬夜 我们效法老法师 不能挑着学啊 因为老法师是 落实给我们看 我们不能挑着学 挑着学啊 那是顺着自己的意识挑了 那挑着学 到底是跟老法师学 还是跟自己学 那这个很值得 我们自己去思考 好 时间呢 差不多了 那个 看是不是再延个十五分钟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吃饭 可以延一点时间 我们晚上可以少半个小时 七点到八点半 可以 哦 好 好 那 好 那 谢谢啊 那我们 我看就有举手的为止 但是每一个人就说一点 我们就差不多两分钟就好了 我们请刘嘉宏学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家人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我学这里啊 就是看这个一道啊 感触的点处也很多 我刚才那个刘晓晋分享的那一幕啊 也是学生啊 也是学生啊感触比较深的 因为通过看一道这一块就感觉到就是 许骏呢 许骏呢 他通过对他母亲的这个笑而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来立行 在他立行的过程当中他受到了很多的忍辱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精进 不管他在挑水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在自学而没有真正 不知道就像墨学也是在自己的成长的路上 学佛的这个路上 学习传统文化的路上 就是两眼是摸黑的 不懂的 不知道的 也都是老师长老人家的不断的提携 每次指引着这个方向 所以通过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 最后师父把遗体也交给了许骏 为了能让医术将来在人类发扬光大 最后让许骏来学的更多 那世长老人家呢 也是为了拯救我们所有的苦难众生 这次又演绎的那么淋漓尽致 用病苦来让我们知道无偿实实不在 让我们时刻要有一个警戒的心 鞭策自己努力精进不能懈怠 所以非常让墨学这块感动 凉小到很多自己做得不到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学习呢 再提升自己 希望在座的前辈 把师和前辈们不断的鞭策墨学 墨学不求别人 只求自己能够真正的站起来 来够真正的能承担 就像师父上人对江洪说的 只要你那有一个人能承 就一切都会好了 所以我不求别人 我求我自己 我要我自己站起来 把这块能承担起来 希望师父 法师能给予墨学 在修学的路上 给予评评和指证 和所有的前辈们的指点 感恩所有的家人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刘学长 老法师说 请佛注释 首先要自己 请自己 求人不如求己 而这个面对师长的信任 师父的信任 就像柳大夫信任 许俊大夫 所以把身体都交给他了 所以我们要对得起领导 老师父母的信任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整个家庭的支持 我们才能走到这一条道上来 我们也要珍惜大众 对我们的信任 不能辜负 不能造大 这信任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好 那我们也要用一种愿力 来观察老人家的视线 不能只是感情太重 我们要转成一种向上的动力 要勇于承担 老人家 现在毕竟年纪大 不能讲经说法 我们每一个地方 也要把经教宣讲起来 都有方法可以克服的 哪怕我们还不能讲 可以请会讲的人来讲 那因为众生毕竟还是着相 老人家不讲 他喜欢听心的 可能他就减少听经了 那我们出来宣讲 我们可以复讲老人家的 那进一步让大家觉得 我们跟着老人家学很有受用 他就会更重视老人家曾经讲过的经 老人家讲了六十年 讲得很圆满 也表演得很圆满 这个就要我们弟子 来展现接受他教诲的受用 来让大众有信心 好 我们接下来请曾祥平学长 大家好 学生在看医道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幕 当许俊被罚朗读一千遍 匾额的时候 然后其他的人说他有一个医官去调戏 那个宫女500遍 300遍就撑不住了 可是许俊呢 他是一千遍 那么在他撑住 能达到最后的这个一千遍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许俊呢 他想的不是自己 而是呢 为了这些贫苦的百姓能够医治 为了朝廷的风气能够有正气的风气 所以呢 他就 又靠这个愿力和意志力 还有对老师的这个承诺和怨心 然后撑过来 那么后来看到那一幕 他最后 就是爬楼梯的时候 就是当时他的那种呼唤 学生呢 前一阵呢 也是因为身体特别的透支 所以也修课过 也没有意识过 在面临生死的这个时候 学生想到我想的是什么 我没有 没有想他把众生想在心里 而是想着自己 这个 担忧啊 害怕呀 为啥呢 那因为 母亲 母亲的过世 嗯 对生死 就是太突然了 就是就是 母亲的最后一堂课 让我上的这个课就是 让我认识生死 可是呢 认识的还不够透彻 到后来 49天之后 身体就已经透支了 那个时候 就已经面临的 好像是 要生死了 然后跟师父说 再受三十多天 八观在界能行吗 师父说 那你就求往生吧 我说 我就一个月就求往生了 其实呢 学了佛这么多年 就是 对这个 生死啊 没有真正的认识 天天喊的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真正面临生死的时候 就是没有做好准备 就是 一点功夫也没有 所以 嗯 说到这儿就是 嗯 在这个过程中 想的是自己 而没有想到众生 而且呢 嗯 他说到医者 可以 救病患 病患也可以救医者 那么学生在这儿也是 体会非常深刻 嗯 后来过年期间 学友们来看我的时候 一波一波的 然后 听到大家 种种的这个 苦难 和这种 对求学的渴望 和能够 去把这个学习的方向掌握好 还看到一些学长的 嗯 就是对扎根没有信心 种种 然后把我唤醒了 然后我就 我也就发起这个冤心 说我不能就这么沉迷 我不能就这么 我还有责任和使命 要 嗯 看到这些 就像一道理说的 这个 那些病苦在门外 爱求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老师刚才说的 我们自己都不安心 怎么能去帮助别人呢 所以当这个怨心起来的时候 啊 然后 也受到佛力 和这个注重的加持 开学典礼那一天下午 在家来之后 就好像身体一下子 恢复了很多 所以非常感恩法师 和班长大家的帮助 让学生再一次提起正念 不耽误大家时间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曾学长 我们啊还是要经一世长一致 母亲啊还是在启发我们最重要的一刻 史深世大 无常迅速啊 荣回路线啊 不是年长的人是这样啊 任何一个年龄层 只要是学佛的人 都要有这个警觉性啊 每一天是最后一天的不能留恋 上了床啊 练习啊 阿弥陀佛来接我啊 哎 明天睁开眼呢 要有一天 就尽心尽力做一天 保持这种警觉性 所以印光祖师教我们要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 再来 再来 在每一件事当中 甚至每个境界要 关照自己的心念有没有偏颇 这样才能承杂 就好像母亲去世了 你也不能哀痛 控制不住啊 这也是一种性情 这绝对不是你母亲愿意看到 也不是佛菩萨愿意看到 有时候都是在一切境远更认识自己的 性情要修正的部分啊 包含你求往生很好啊 求往生也要表好法啊 你这求往生太壮烈了 众生不能理解 那咋办啊 我也遇过啊 就一心求往生 饭都不吃了 水也不喝了 那这样子求下去 到底 社会大众一听 你是饿死的 还是阿弥陀佛给你接走的 那些表法也都要很冷静啊 不要造成众生误会啊 你没看那个 银河法师念三天 阿弥陀佛来了 我现在就跟你走 人家阿弥陀佛有智慧啊 三天之后我来接你 不然马上接走了 人家门一卡开阿死啦 都要用理智来面对姻缘啊 不能冲动 那也连结到确实是 大夫可以救病人 病人也可以救大夫 众生呢 也在唤醒我们 本有的真心 因有众生啊 而起大悲啊 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啊 因不提心成等正觉 所以众生恩啊 我们要放在心上 好 我们接下来请王丽娟 学长 大家好 这次看一道大家时间关系 学生丽娟 学生丽娟就跟老师大家 匯报分享 这一集感受到最深刻的 就是说 老师经常讲的 呢 人生成就与否在于预言不同 那感受到 嗯 徐俊大夫大夫 大夫 他的成就 是他遇见的 真正的 嗯 老师 明史 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嗯 感受到老师的心 一直在成就着学生 但是 嗯 嗯 徐俊大夫 嗯 他的整个的从头到最后 他有那么 嗯 一个完整的成就 嗯 学生丽娟就感受到 去感悟自己的差距 嗯 感受到 徐俊大夫一直是 对他的师父 越来越信 越来越感恩 越来越珍惜 越来越跟 嗯 他师父的心 相应了 真学到师父的心意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感受到 嗯 他能够真实 秀进尊师的心 在生活当中 实实在在的 嗯 醒出来了 因为说 嗯 徐俊大夫一直以来 嗯 嗯 就 被感受那次好像 确实也不承认错 嗯 例如说 三级大师 就 其实是来护念他 嗯 但这个时候 他就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觉得三年那怎么样啊 就那次好像他那个心里 说出来那种怨气 体现出他最大的一个 不平 嗯 嗯 在那个当中 他却想办法去请教 嗯 小姐 但是小姐跟他说的话 他却记在心里 一直在行动上回忆着 嗯 就是说去 嗯 行动 在行动上 所谓 我们 也遇到 好的恩师了 嗯 市市长老人家 我们的恩师 那 就找自己的差距 对于自己呢 嗯 就是说 嗯 情感也好 还是说 嗯 在医教奉行也好 还是在坚持也好 感受那份差距 就是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么到位 或者那么迟迟以恒 嗯 在这个当中就 嗯 找自己和许俊 嗯 大夫的差距 感受到他是 嗯 嗯 露在心里 行动在慢 嗯 最后他一直坚持到 嗯 最后他都没有 名利 嗯 一直在考验着他 但他 一直都很敏锐 这个时候 学生就 嗯 一直是自己 嗯 的心愿吧 报父母老师的恩 要首先孝敬尊实 能够辜父母老师这样的 来培育 嗯 那在这个当中有最后 就是 嗯 一个愿行吧 以前看几次 就是感动啊 流泪啊 哭啊 这个 等等啊 这次最后 自己发一个愿行 嗯 觉得在 嗯 我们也遇到圆了 但是我呢 嗯 一关键的时候 过不了关了 自己就找理由了 然后就想 嗯 我这次生起一个信心 因为也是老师一直嗯 嗯 听老师教诲当中 都是嗯 遇见一个事情 我们不化的 限 有信心 但是通过 随敬大夫 嗯 他给我一个灵异禁止的 演出来 就他遇见事情 都是实实在在去做 没有想 更多的难 所以今天我就有了信心 一定能做到 嗯 因为佛菩萨是法界神 老师一直说 老师和师长 也都是法界神 其实在我们 我们一直听老师教诲 然后最后就法院 曾经 从这次就是信心 嗯 比较更加实足一些 然后会好好珍惜 这些学习机会 实现关系 就嗯 跟 大家汇报到这里 找恩 法师老师 谢谢王学长 嗯 学习啊 一定要积极主动 哦 公子讲 不愿如之合 如之合者 无莫如之合也一矣 哦 所以要自己主动啊 父母老师啊 这些助缘呢 才帮得上 啊 再来呢 很重要的 我们在一切静缘当中啊 能不能提起师父上人的教会 阿难问师佛习教经说的 从明师受戒 专信不犯 精进奉行 不失所受 你不能忘了他的教会去办事啊 你做人做事 有没有实时提起他教的 还是还是随着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在社会当中的那些习惯 那我们实质上还是没有变的 甚至于很可能就是 又拿着这个因缘 还是搞明文立养啊 所以老法师特别提醒我们 佛法师让我们放下贪 不是贪换对象 不是那个控制占有换对象 这些话都很深刻啊 都得在我们 接触一切人 处理一切事当中啊 去练啊 去放下这些 老法师讲经的特色 就是他讲出来不是照本宣科 都是他修行真实的功夫 放下控制 放下占有 放下对立的念头 你说这每一个词不简单吧 控制要放下 控制要放下 占有要放下 好 我看有几位学长啊 就没举手了 他们可能是李浪是吧 好 我们请张冲迪学长 感恩法师 感恩法师 家人们好 学生太幸运了 学生是第一次看这部影片 然后对于学生这部影片的意义 真的太不一样了 这几天就是从头哭到尾 因为学生的姥姥就是朝鲜人 所以 当一开始那个镜头 一个年轻的朝鲜妇女 头顶着那个缸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我已经过世的姥姥 她年轻的时候也是用头顶着 那个缸的 嗯 就想到就是姥姥姥爷 虽然都已经过世了 但是我总是能感觉到 她们冥冥之中 对我的这种 对我的这种加持和忽悠 所以 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让学生特别特别震撼的 就是 刚才很多学长都分享 但是那个对学生还是特别震撼 就是看到这个许俊看到她的师傅 在给这个屠夫在吸那个浓的那个瞬间 当时许俊大夫她的那个表情 就是眼睛灯大了 然后嘴也张大 然后当时就是学生看那个影片的那个表情 和许俊大夫是神同步的 就是甚至比许俊大夫还夸张 因为真的是太震撼了 就是因为学生自己的那个分别心是很重的 而且呢很多时候是没有恭敬心的 所以呢 就是很多时候不能以科平等的恭敬的心去对待一切的众生 而且呢 觉得自己面对生活各个方面的事情的时候 都没有说像这个刘依泰大夫这样去用最真诚的心 全身心的去付出 所以这个是特别震撼 然后还有最震撼的就是 就是最后 柳依泰大夫用他的生命去为天下苍生 以及为了成就他的这个弟子把身体去奉献出来的时候 特别震撼 就是许俊 他当时痛苦到 就是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那个失声痛哭嚎大哭的 他就是整个身体就已经在抽搐在抖 然后学生就想到就是在 我最后 学生就是在抖 已经是哭不出来 我就在想姥姥姥爷真的是 不管是他们生前 包括他们去世之后 都是在全身心的在爱我 在呵护我 许俊是用一种至纯至善的这个圆满的孝道 孝亲尊师的心去用一生 用生命去报答去回报 那学生为什么就始终不能够一颗真诚的心 始终去念念的去记住这个姥姥姥爷 然后不忘他们 然后去报答这个施恩 去以一种孝心去真正的去改自己的习气呢 所以 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很惭愧很欠缺 也是真正要去做的 而且还期许自己能够放下情职 因为法师在之前的开示中说 无情不能修道 情不空不能正道 就是自己要把这种情职转化为一种修学的动力 从而去提醒自己去克服自己的这个习气 改正自己的习气 像王七海老师那样去真正的把这个孝道去做圆满 这个才是大根大的孝亲尊师 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万分感恩法师和所有的家人们 请大家批评指证 阿弥陀佛无情感恩大家 谢谢张学长 他能从这个许俊大夫看到自己师父 给病人吸这个浓血 这个景象啊 观照到自己 在一切静缘当中 能不能放下这些分别跟自作 这一点特别重要 老法师讲经啊 最重要的都会一直重复 其中有一句啊 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自作 这叫会修行 那老人家也说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现在做不到 我们往生西方自然阿弥陀佛教我们就做到了 现在练不分别不自作 所以在一切静缘当中 一发现有分别自作 我们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赶快把佛号提起来 但是在这个锻炼当中 我们首先要从 孝清尊师开始 地藏菩萨 开发我们心地的保障 所以王熙海老师 这个礼拜给我们上了几堂课啊 非常重要 一定从根 我们来提升自己 我们来提升自己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深 对父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嫌弃 不耐烦 那个心境就是恋 不忍心让老人家有一点难受 所以王老师把心法传给我们了 我们这么有福报能听到 能见到 就要 这个 渐贤时期的心爱 一定要提起来 那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分别执着是不觉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好 我们最后请董志强 学长 尊敬的发师 尊敬的各位学长 大家下午好 刚才啊 听了各位学长的发言 我深有同感 为他们真正的发言啊 我受益非常 这个一到啊 这部影片 我一看到数遍 每一次看呢 都有不同的感受 每一次看 都有更深的体会 我就在那一点呢 那个 这个 谈点自己的那个想法 那个 徐医生呢 他这种 舍身取医的精神 权益权益 为众生福的精神 使得我 去学习 特别是最后那个影片呢 在 在发生瘟疫的时候 他不顾一切 不顾生命 全行全意的 去救助每一个人 最后啊 倒在了救护的现场 他这种精神呢 他这种精神呢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我们 求道也好 学佛也好 应该 应该 向师党老人家 学习 学他那种 联系众生 为救助苦难众生 教学九十多年 更运不止 也向释迦佛 文表法 为了救苦助难众生 舍周帅 将王公七位出家 苦行学道 做事实现 顺世建故 一定回立 降福摩愿 的伟妙法 可能最终结 所以说我们 一定要发达信愿 不辜负四当老人家的 尊重教导 自行求道 更运不止 有所成就 为苦难众生 去服务 让他们去觉悟 所以说 借着这次学习的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地修学 重新 更改自己 把自己的观念 拥有个新的提升 以实质为极致 苦行学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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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这个愿行啊 都是很可贵的 高高山顶立 深深海底行 四红寺院 修学的次第 首先众生无边寺院度 发完愿了 接下来是烦恼无尽 寺院断 从主家来讲 你要明明得于天下 要从内圣 要从格制成正 格是格物 格处自己的习性 这个跟 我们刚刚提到的烦恼无尽试院段 非常相应 所以我们有大愿要利益众生 但是我们眼前 家里人会不会因为我们 而痛苦 而难受 我们一句话会不会刺伤他们 我们在团体里面 会不会人家还得看我们的脸色 还得要迁就我们 我们虽然怨很大 但是一定是要落实在这些点滴当中 我的家庭 我的团体 因为我越来越好 我不给他们一点负担 我的家风 我的团体的风气 都因为我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端正起来 所以儒家这个质地很重要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我们看了不少 在这十多年的英元 革智 城镇 修起都跳过去了 直接要 治国 要利益众生 要平天下 这是没有基础的 哪怕是佛菩萨再来 也不可能这么表伐 因为这么表伐 众生会学错了 所以应光祖师为什么 教会当中 频率最高的 敦伦敬奋 我们很多的人到道场去 很热心 对家里的人没有这么热忱 对本分没有这么丧心 为什么到道场去很热心 道场座有赞叹 所以刚刚也跟大家提醒 学佛是 教我们放下贪嗔 不是换对象 有些人可能在世间 他没有找到他的 人家对他的肯定 他可能跑到团体来 希望人家肯定他 其实希望人家肯定 也是一种求啊 所以我们在利益大众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烦恼 那跟别人没关系 跟自己内在的执着 跟自己内在的执着有关 所以境界没有问题 是事事无碍的 障碍都在我们内心的分别执着点 产生的 所以执着随时都会产生了 为什么释迦如来 讲波罗要讲22年 假如他讲一年 我们就懂他不用讲22年 他不会多事的 就是太难了 遇到一个人 遇到一件事 甚至遇到一句法语 我们都有可能产生执着点 所以大家仔细去观察 人家说 可能有人体会到 那学佛的人 怎么比不学佛的人难沟通 关键在哪 你真学了 当然好沟通 学了之后产生执着点 更难沟通 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说 怎么那个学佛的 还更不好沟通 那可不能怪别人 那是我们表的法不好 怎么这个学传统话的是非 也不输给世间的人 我们听到这种话 我们真的是要惭愧 要忏悔 我们没给世间人表好法 才让人家产生这种感觉 那别人怎么样 这个我们不管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自己的团体 我们的一举一动 有没有表好法 这个重要 但是假如我们还会见别人过 我们的时间跟精力 就耗在这些事情上 全心全意 对峙自己的习迹 真修的人还觉得 时间精力不够 更何况假如我们又分散 去见别人的时候 要得力 真的不简单 所以非济王将相所能为 有发愿非常好 但是得要很有恒心 很有耐心 来护念自己 护念他人 走在这条路上 凭激动 不可能可以成就的 有时候激动是 静得快 退得也快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孟子讲的 其静睿者 其退束 为什么静得很快 激动 激动还是属于感情 不是慈悲 不是理智 一遇到挫折了 我们把责任给别人的 这种习气还没调伏 一遇到挫折 一定责备这个人 责备团体 最后自己就跳不出来 就退心了 所以发心容易 恒心难了 我们难得发起立众的心 我们要为我们这一生的 法身慧命 负责任 师父也好 所有的善缘 都只是一个助缘 最重要的是 我们用什么正确的心态 去善用这些助缘 这些真上缘 这个还是要我们善用其心 是个关键点 好 时间也超过了 感谢所有学长这么真诚的供养 都把他们的体会分享给我们 那抱歉 有一些学长就没有教到 那我们这小家庭或者之后大家庭分享 都可以再 请大家来分享 那也 祝大家用餐愉快 你们那边用餐的时间也到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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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